搞点这个豆腐仔包猪肉 这是刚切的猪肉 豆腐仔是在街上买的 十多块钱一斤的 可以了 看一下豆腐仔 今天晚上就包这个 还有鸡肉 这个鸡肉是过年时候 放在冰箱里面的 这个猪肉是在冰箱里面的 刚刚就焯了一下水 焯一下水再煲汤 这里就是煲汤的 今天早上吃剩的猪骨头汤 现在就是把这个焯好水的猪肉 放下去一起煲 煲这个豆腐仔还有猪肉 这边煲汤 这里我们就放点盐 再烤点这个酱油 这个电饭包里面呢也是蒸 这是也是猪肉 下面是那个肉碗 自己做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亮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了 准备做晚饭吃了 你看我的包在那里 看手机 哎 遥控就在那里 看手机 哎呀我的菜也 也足够了 看一下 这包是那个猪肉包那个豆腐仔 放一下 啊现在感觉是下的雨啊还有冷空气下来天气特别浓 所以说就没什么事做啊就来在家里面啊烤火 好现在下午了又来煮饭吃了这个汤呢也包滚了猪肉汤 那是那的手机在那里 看 看一下我们的菜 哎呀也差不多了 这个豆腐仔包猪肉 你看 哇 看着就小心 啊这个猪肉汤呢可以了 准备放点盐啊 搞点盐挖下去 放点盐 放一点就可以了 关火了 汤也可以了 关火 炒到冰菜 这个菜很好吃到这个冰菜 炒起来特别香了 煮一下过年放在冰箱里面的鸡 那时候呢那个汤的鸡压比较多 所以呢有些啊就汤好了放在冰箱里面啊 煮一下煮熟就可以了 现在菜已经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青菜 这是啊那个肉丸还有扣肉啊 这也是猪肉啊 啊这个是煮猪肉汤的那些猪肉骨头 这盘是鸡 还有这里 这锅里面也是猪肉包这个豆腐仔啊 就简简单单的鸡样菜啊 我们农村人非常简单的菜啊 啊这个菜啊也做好了 就准备开饭了 这次是我们农村人呢 简简单单的菜来的啊 非常简单的 现在就叫他们吃饭了 开饭喽 哈哈 来了他们来了 啊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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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